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平均 第三代半导体现在非常的夯 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又可以应用在哪里 那我们就来请 人员投顾的何山老师来帮我们解答吧 欢迎他 平均好,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三代半导体到底在夯什么 到底有什么样的切入点 古人说啊 祖传三代已经了不得了 现在珊珊要告诉大家 将会有祖传十代 但是现在迟到第三代 后面还有七代 你要不要把握呢 亲爱的朋友 来 认识第三代半导很简单 它主要就是两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 一个叫做淡化家 一个叫碳化系 这样属于比较特殊的东西 再来主要是用在就是晶片 它的简化 还有那个电路上面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先驱 也是未来的潮流 所以难道我们的台积电一开始就在霸占这个 台积电现在已经商机来了 当然很多的相关的半导相关的产业都会有大商机 接下来我再告诉大家 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应用 这个字卡上面有很多很明确的东西 一个就是淡化家它的材料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5G的时代 5G要做什么 有很多高频的东西 那么这块领域就是由淡化家来供给的 再来一个淡化家还有一个就是 各位在讲做电源的 对不对 电源大家说要快充 你快充没有这块领域是不行的 再来各位在讲说以后电动车 电动车是做什么 吃电的 那么你的电的晶片一定要非常的特别 所以这一块就留给淡化系来做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主要供应 大家非常了解之后 我来告诉大家 有什么样的股票要霸占 来第一个台积电 台积电很简单 它的原因就是 它是我们台湾最大的一个龙头 的这个晶圆代工 当然在晶圆代工里面 它早就发展了这第三代半岛了 那么很多相关的一些子弟兵 开始跟着研发了 里面不泛有二极体 还有就是专门很纯的 大家知道叫MOSFET 再来就是车用的电子 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那块领域 就是这边全包了 所以台积电现在才会价格一直在调涨 没办法了 因为大家都要争这一块 很多人做不出来 我们台湾可以整合 所以第一个各位可以留意台积电 再来世界先进 世界先进跟台积电什么关系呢 其实台积电跟世界先进 有很大的渊源 因为它入股了世界先进 现在在扶植这个产业 那么世界先进 它拥有不代表台积电 它在做后盾 它有二极体 那么接下来很多的一个 整挂的一个产业 它都能够好好的运用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股票 再来就是汉磊 其实汉磊我所要表达就是 它是最纯的 各位讲的第三代半岛 汉磊它跟什么磊 什么金都有很大的渊源 以目前这种走势 都是形成一个大多头走势 这种股票只要拉回就要霸占 再来就是这种家金 家金各位都知道 它跟汉磊的关系就是 他们是一个是妈妈 一个是小孩子 那么妈妈跟小孩子 当然会相亲相爱 那么你相亲相爱当中 当然他们各自的领域 还是不会缺乏第三代半岛 以目前法人吃货 还有大家市场认同度 这样的股票将会有大翻益材的走势 再来一个就是合金 合金它也是金字倍的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金字倍的股票要多多留意 那么这金字倍的股票 各位看到这种现行 是不是这样子上去 都是大涨小回 现在开始已经有法人在认养了 你要不要认养一只 我们来看这个环球金 又是金 我从刚才讲到现在都是金金金金金 所以要让各位亮金金 这个时候要人生亮金金 要我们产业亮金金 这些股票多多留意 再来就环球金 它是细金元的龙头 龙头当然是最大只的一只 龙头在这边已经开始表态 而且老板讲过说 它已经拥有将有5到10年的成长 并且它已经收到1000多亿的大订单 真的假的 我们看到股价就知道了 再来我们看中美金 中美金跟环球金又很大渊源 它是环球金的妈妈 环球金的妈妈 当然中美金最早是由太阳能一路到现在细金累金开始了 整挂都在滚动了 这种股票大家多留意 再来就是像红结科 之前各位都有听到中美金入主的红结科 当然它就要整合 其实各位有一个地方没有想到过 就是PA功率放大器3D感测 这块东西其实跟往后的第三代半岛 有相关大的一个整合 所以中美金当时会去入主 这个当然有它的用意 它要整挂的一起把它上下中原一条龙 这样做下去 这种股票要留意了 在蓬城 蓬城其实跟中美金有很大的关系 各位都知道 那么这个也是跟细金累金都有关系的 现在踏足第三代半岛的车用电子 这块多多留意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强茂 强茂它也是属于第三代半岛 可是它最早的渊源是来到二极体 那二极体法人前一波一路的任养 现在开始抖动压回 看这个图就知道 抖动压回要做什么 上车 再来台半 台半也是做二极体的 那么这个二极体跟刚才讲的强茂 是有点关联的 那二极体现在踏足第三代半岛了 所以各位发现 二极体有电的 还有什么金的 有什么雷的 都是符合现在第三代半岛的 所以这些股票大家多多参考了 还有就是茂系的部分 茂系的部分 从以前的低润时代 到现在是一个车用电子 一路一路滚到现在 听说中美金好像对它有点意思 以后再告诉你原因在哪里 再来就是太极 太极不是叫你打太极 打久了也会正负极对不对 正负极连在一起 电就来了 这种股票都是反人认养的 正田的时候 大家赶快把握上车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和珊老师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 记得加入和珊老师的Lite跟Telegram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